這個有點像 Excel裡面 我們剛剛是只有這個 跟這個 那前面如果他再加這個跟這個的話 怎麼加呢 理論上跟各位講一下 比較麻煩是雙引號 雙引號的話其實就 之前講過那個拖曳字緣 因為雙引號在程式裡面的意思是 等於是那個文字的開頭跟文字的結尾 所以你拿來用不行 因為他用掉了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保留的字緣 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那應該加哪裡比較OK 像這個地方他得到的結果前面都沒有 沒有那個有點像一個敘述 那我們可以一一請你加在這裡 這邊的話呢 有沒有 Format 特別注意 Format 雙引號這個裡面 其實是可以加很多東西的 也就是說 你的那個這個輸出的資料呢 跟這個輸出的這個參數 是可以混在一起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bmi冒號的話 可以把它打在大瓜湖的前面的地方 所以我打一個bmi冒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前後雙引號的話 那你不能直接打 所以反斜線雙引號 它會多兩個 所以把它delete掉一個 然後 反斜線雙引號 然後多一個把它delete掉 那變成說多一個這個 這個是前面的雙引號 這個是後面雙引號 我把它執行一下 那一樣 175 70 Enter 有了 如果你沒有這個斜線 不行 這個一定要加斜線 這個要拖一次圓 那 再來的話呢 就平與冒號 可是問題平與冒號應該加在哪裡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加在什麼 加在過輕 標準 過重 輕度 過度肥胖的前面 當然可以啊 可是問題喔 你變成你要什麼 平與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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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變成總共要加幾個 二四六個 那如果說呢 我不希望說 因為我希望程式越精簡越好 你不要寫一些都重複的東西 那如果說呢 假如我不要在這個輸出的前面 加的話 那我應該加哪裡 欸 那我應該把它加在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裡 BMI有沒有 然後我可以怎麼樣 把換行放在這裡 反斜線N 也就是這個輸出完之後換行 那換行之後的話呢 直接加什麼 加平與 所以呢把平與兩個字加在這裡 平與 冒號 好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會 有 搞掉 再來 剛忘了按Enter 平與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之後 它就換行 然後平與冒號 可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輸入給各位看一下 175 70 它變成這樣子 BMI 有了 平與 也有了 換行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換行 這邊有換行 然後平與 也有了 那問題喔 標準應該什麼 放在它的後面才對 也就是說這邊呢 不應該Enter 可是缺Enter 那你想說 為什麼老師這邊會多一個Enter 其實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用Print的話 Print本身預設就是 會在你輸入資料之後 自動在這邊多加一個Enter 如果你不希望後面這個Enter出現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喔 可以在這個Print的後面 加上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什麼參數 揪點 記得喔 可以在那個 後刮弧的前面這邊 多加一個參數 跟它講說 你幫我把尾巴那個 尾巴就end end 尾巴的那一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換行 幫我清除掉 那清除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增加一個空字串就可以 這個叫清除 意思說 幫我把尾巴的Enter拿掉就OK了 好 那基本上呢 如果我把 這邊加上這個喔 OK 加上什麼 豆點 end等於空的喔 就清除掉尾巴喔 那這個時候呢 它原來會幫我怎麼樣 幫我換行的 那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喔 本來會什麼 本來會在這個平宇後面加個換行 那因為加了這個之後的話 把這個換行拿掉 於是乎喔 這個標準 就會跑上來了 欸我們來試試看喔 OK看 OK 資金 喔 身高一樣175 70 Enter 看一下喔 得到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一題的話基本上喔 主要是什麼 增加這個啦 BMI 跟平宇在前面 至於說 怎麼樣會是最簡單 那如果你們可以去try 沒關係 只是我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 這邊最重要是用format 在format裡面呢 加上BMI Enter 平宇 那最後加上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format 不像想像中 這麼單純 其實還蠻好用的喔 只是說這個公式 這個層次還蠻長的 假如說你一下記不得的話 沒關係 在雲端白板的第幾頁 看一下 底下也有 就這一串 剛剛我打的喔 在雲端白板的第12頁上面 也有 主要有沒有 我剛剛有特別 把這些mark的部分 把它加上去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來 畫面還給各位 在雲端白板的第12頁喔 在雲端白板的地方